兄弟们,你们因为因为自己的体温过大而被歧视过 最近美国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美联航一架从凤凰城飞往纽约的航班中 有八名黑人被美联航的航空人员请下了飞机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他们接到乘客的投诉 说飞机上有人体温太大了 简而言之有糊臭或者各种那种奇怪的味道 就受不了了 最后就被赶下了飞机 结果呢,八名黑人哥们肯定就不乐意了 对不对 于是呢,中间有三人就站了出来 就把这个美联航啊给告上了法庭 就说,我们身上没有味啊 你凭什么说我们身上有味啊 对不对 而且我们三个人坐在不同的位置 我们也不认识 我们被请下去,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黑人 所以说你的就是种族歧视 对不对 凭什么把这八个人都给请下去呢 而且都是黑人呢 你其实乍这么一听 也确实很有道理呢 然后美联航就站出来了 就说,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几桌书甚至指出啊 说美联航的这个行为是公然且令人震惊的种族歧视行为 而且他们到达登基桥时啊 还看到其他几名黑人也被从飞机上带了下来 所以说呢,他明显啊 他明显啊,这架飞机就是要赶所有的黑人乘客下飞机 而且呢,至少有一名美联航的工作人员同意了这几个黑哥们的观点 说确实他们被请下飞机是因为他们是黑人 当场啊,有一名非黑人的乘客用手机拍下来了混乱的行为 说这是歧视行为 这八个黑人呢,被请下飞机以后呢 大约延误了一个小时以后 才被安排到其他的航班上啊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啊 他们忍受了大多数白人乘客的目光 简直是屈辱啊 而且他们在被请下飞机的过程中呢 并没有告知是因为你们体位让人难以忍受 才把你们请下飞机 更何况啊 他们说我们并没有让人难以忍受的体位啊 对不对 并且啊,起诉书还指出啊 这件事是创伤性的 令人不安的 可怕的 羞辱的 拥有仁格的 这个话说的很重啊 我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啊 大家看着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 像不像前一段那个 你说斐多大尔 你这不去死啊 你说像斐多大尔 你当欠 大家觉得像不像这一幕啊 我觉得有点像 这个东西咱们不多说啊 我只是说为什么 我要把这个事单独摘出来说 是不是八个黑人都被请压飞机了 确实是 那是不是有乘客投诉有胡臭呢 我估计啊 也是真的 因为航空公司如果能拿出这个投诉 那就说明这个投诉是真的 对吧 哎 那从而言之呢 这八名黑人被请压飞机 那就是事出有因 可是 是不是因为歧视才把八个黑人被请压飞机呢 我个人认为啊 是有这么几点看法的 第一 确实就是歧视黑人 那么第二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不是黑人身上的味真的挺大的 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跟黑人做过同学啊 尤其美国的黑人啊 我老张是跟美国的黑人做过同学的啊 铁哥们还很多 黑人啊 这个运动细胞很强 这个爆发力很强 耐力也很强 但是这个身上的味道就很大 我记得我三年前做过一个视频 讲我初中 我的小黑的一个哥们 他就是啥呢 在我的那个更衣室啊 旁边 为什么我逃了一学期的体育课 就因为他在我旁边释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他每天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不洗澡 就一脱衣服 那个味就简直就是野兽同龄 你知道吗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 上中学的时候 那家伙整个的体育课 那一个体育室 那一脱衣服我都快吐了 你知道吗 尤其是整个大家体育弄完 回来以后换衣服 那简直是 我都每次都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等他们都躲光了 我才还进来 你知道吧 这个确实没办法 老张身上没有体味啊 你们身上有体味啊 这个确实人难以忍受 可是你说我是不是歧视他们呢 不是嘛 对吧 那有一些民族就是体味大吗 有些民族就是不是体味大吗 那如果是大家真的有人 接受不了这个体味 这么做了 其实也无可厚非 飞机的空间很狭小啊 那总不能因为这几个人 导致整个飞机的 这个大量的乘客 观感都不好吧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啊 我觉得是不是歧视 有一点很重要 比如说黑人想证明的是什么呢 把他们请下飞机 不是因为他们体味大 是因为啊 他们都是黑人 我告诉航空公司一个办法 美联航要是听到这家 给我打钱啊 因为美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嘛 每架飞机上几十个国家的人 你就找上面有没有拉丁裔和亚裔 只要你找到一个 就完了 尤其是亚裔 一定要找华人 有一个华人这事就好办 你们不是说亚裔是四等人吗 对不对 你们不是说亚裔是不如黑人吗 黑人命贵啊 那怎么歧视不先歧视四等人 怎么先歧视一等人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那到底他是不是歧视呢 那要不然呢 他跟这个亚裔被歧视 他这个冲突了呀 对不对 那白人按说更不愿意跟亚裔在一块 毕竟跟黑人一块几百年了 哎 你看啊 美联航要是听到我这条信息 是不是该给我打钱 你自己说该不该给我打钱 对不对 所以说啊 律师找不到漏洞 我都帮你找到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他下一班航班 那肯定也都是白人客人占大多数啊 那为什么下一班航班让你登机了 这班航班让你不登机 那就说明很可能就是这班航班上的投诉 对不对 而且呢 你要知道黑人这个群体吧 确实他们身上的那个味道吧 确实有点怪 我也说不上来 那个是什么味 他不像有些民族身上那个糊臭味 咖喱味很大 他们身上那个味吧 他不光是糊臭 就是有一种特别大的那种味 还有那个不可描述的抽那玩意的味道 而且还混着很多的这个 就是比如说香水味或者是什么样的 而且那香水通常还不怎么高 咱们不是所有黑人身上都有这种味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那毕竟坐飞机啊 对吧 那坐飞机的人还是不会有太3D的人 其实这个是朋友们的误解 因为在美国啊 飞机就是3D中的3D做的 比如说凤凰城到纽约 咱们从总航城超过3000公里 对吧 那可能在中国再便宜的机票 他怎么着 超过3000公里的机票 怎么着 你也得八九百吧 你加上燃油建议税 怎么着 也得1000了吧 或者你加上燃油建议税 怎么着 也得七八百吧 对吧 3000公里的这个航程 但是在美国3000公里的航程 单程可能100块钱 可能150块钱 可能有的时候便宜的时候 哪有胆转票 七八十块钱 就行 肯定没问题 所以说 它那个混合的味道确实很大 其实你问所有的 在美国待过的人 就咱们不说 不让白人说 咱就说咱亚裔说 其实你 但凡你坐那个长途巴士 或者你坐飞机 你身边有一黑哥们 如果他是比较 这个 爱打理自己的 那个还好 其实一般来说 你白人 因为白人味也大 但是白人还好一点 就是他相对来说 比较爱打理自己 然后还 喷一些 好的香水 他那个香水味还能盖住 他那个体味 或者你经常闻不到 但是有一些黑人 真的他那个味很大 我告诉你 移民美国 就是这点不好 就是你坐公共交通系统 你经常跟这帮人在一块 就如果要朋友们不信我说的话 每天你去美国 或者若干击旅游 尤其你去美国旅游 你去美国的地铁上兜一圈 你就啥子懂了 尤其早高峰 晚高峰的时候 往布鲁克林 或者往布朗市 那几趟列车 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你们就知道是啥情况了 我还就是说 确实是如果真是觉得 自己身上有味大了 或者觉得 真是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不如平时打理一下 有些黑人兄弟 把他真的懒得打理自己 而且他自己感觉还特别良好 他觉得自己身上啥味也没有 如果去过他们家 确实他们的脏衣服 包括那些东西 反正就乱扔 然后整个的屋里也非常的脏 确实是这种事也都有 有些我都不点名了 甚至有些NBA球员 在加入NBA以后 球队的这些经理 到他房间看的时候 就曾经发现过 整个的这些脏衣服 攒了几个月没洗的 这种情况就发生 所以说这其实是 他们的一个通病 确实是 他们不是很爱干净 就是咱有一说一 白人虽然味大 但确实相对来说爱干净 而且大家对气味的 这个味道吧 相对来说 也容忍度有限 毕竟咱们现实中 接触过很多人嘛 对吧 经常能碰到这种人 就是某一些人群 他确实是味道大一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要硬算歧视呢 是不是歧视呢 确实他特定 针对某一个群体 那问题是在于 那你不能说 针对特定群体 他就是歧视 对吧 那你比如说 你把亚洲人单独 摘出来跟欧美人比个子 那亚洲人就是 他不如欧美人高 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你说 这个是歧视亚洲人们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 那确实生理上 就不如你高 对吧 那你比如说打篮球 那亚洲人 他就是爆发力 不如你黑人 白人他就是爆发力 不如你黑人 那怎么办呢 没上比赛 开始之前 为了追求公平 你先让给我四十个球吗 对吧 那你不能这么说 所以说 有些东西是先天性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多一点理解 可能会更好 但是 这个确实有点羞辱人 那咱们话又说回来 但我个人觉得 美联行如果是 真的是因为乘客投资 这么做了 那确实是维护 大多数乘客的利益 咱们还是 可以讨论的 如果这样是歧视的话 一定要严惩不怠 那这就是我的最终的观点 如果 那行吧 那这一期咱们就坐到这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话 就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 大家拜拜